在我的想象中 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他的作品可能是静谧的 也可能是富有才艺的 还可能是震撼人心的 对于安藤的建筑来说 位于杭州的两株文化中心 可能相对名不见经传 趁着杭州樱花烂漫 在那里待了一天之后 我觉得 或许 至少对于两株文化中心来说 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 其实这个 杭州文化中心的话 最早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 1514年左右吧 那时候就来看过 那个时候其实它还没有开放 但是它基本上 已经是一个建成的状态 很好 樱花还全部开着 还好 我本来单清差不多已经快 全部落了 但还是很好 人超级多 露营 草地上聚餐 非常爽 对于安藤的建筑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 就是非建筑专业的同学 会怎么来看待安藤的房子 因为我之前跟一些 我的同学 我高中同学 他们不是学建筑的 然后带他们来看过 这个雅筑文化中心 然后我问他们是什么感受 他们回答我的一点 我自定还非常难忘 他说不就是一个厂房吗 水泥加铁皮屋面 我不太确定像 比较禁欲的 比较冷淡的一些风格 就是专业以外的人 是会怎么来看待这个房子 大家喜欢的 可以在弹幕扣个1 不喜欢可以扣个2 两组文化中心 也被称作大屋顶 形象地诠释了 这个房子的形态 建筑师根据功能需求 在大屋顶之下 设计了三个体框 分别用作美术馆 文化设施 教育设施 三个体框都具有明确的方向 望向基地东侧的河流 我们先去看看 三个体框的内部吧 位于最南端的这个体框 功能上用作美术馆 第一个展厅展示 两组文化村的一些规划 就像一个建筑展 它在这个展示安藤这里 两组文化中心的地方 还有一本安藤作品全集 安藤的铅笔签名 安藤2010年10月20号 英文版 中间的这个体画作为文化设施 在功能上主要是一个小剧场和小书馆 小剧场一般不开放 书馆就是高晓松的那个小书馆 预约之后可以进入 我很喜欢这个室内空间 没有太多多余的装饰 面向樱花林的玻璃木墙 极简的混凝土片墙和楼梯 圆木色的地板 家具 顶天立地的书架 整体氛围纯粹 并且具有美感 因为需要预约 人也不是太多 有点闹钟取尽的意味 就是拿书的话有个小小的问题 当然你的手如果足够长 或者你长得足够高 最顶上的书一定最精彩 好吧 我收回刚才说的没有多余的装饰 某种程度上 这些顶天立地的书格墙 本身也算一种装饰吧 实际上这种书格墙 安藤很早就运用在他别的项目当中 也不知道这种手法是不是他原创 反正现在已经被各种所谓的网红书店用烂 最北端的这个体块是教育设施 实际上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商业 包括一些花店啊餐饮之类的 端部也以玻璃幕墙 向潜水池和樱花林打开 正如你所见 大屋顶室内功能和室内空间 实际上都挺简单 这个看似冰冷的捆凝图铁壁防卷 更加精彩的地方 其实在于固定功能之外的那些不确定的空间 刚才提到大屋顶之下的三个体块 呈东西向布置 其中中间一个长方体偏向一定的角度 使它与东面河流的走势近乎垂直 旋转的操作使得两个半十万空间呈现为 开口相反的梯形 其中一个向西侧广场打开 成为主入口 在这里 方形的电梯 圆形的旋转楼梯 依附于片墙的双跑楼梯 都刻意与方形体块拉开距离 像是雕塑一般矗立着 凡是图形感较强的空间 一般都能成为打卡圣地 这个通往地下的楼梯 欺骗了好多人下去一探究竟 另一个半十万空间 向东侧樱花林与河流打开 足迹摇下的大台阶 成为观望合景的最佳区域 这里能举办的活动就更加多样 比如今天就碰到 有乐队正在准备 晚上应该会有乐队演出 观众席地而坐在大台阶上 天然的河流和樱花林成为乐队的背景 应该是很帮的体验吧 现在很遗憾 这里本来是安藤这个两组文化中心最精彩的一个空间 像一个室外剧场一样的一个空间 但是今天好像在这边排练乐队 就很遗憾它那边关起来了 不让人静 这些半史外空间是大屋顶内确定的 展示 文化 教育功能之外的 不确定的过渡空间 而这因其不确定 可以有自由的穿行 热切的交流 孩子们的嬉戏 或是今天碰到了乐队 半史外的空间 与自然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预留了各种可能性 使文化中心超越了既定的有限功能 以及物理空间的限制 成为融入两组文化村的公共空间 好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的把这个建筑给逛了个遍 不管是里面外面 反正能进去的地方基本上都走了 刚来的时候看到安藤的建筑有这么多人 还是感觉不太习惯 就是你总会下意识的觉得 好像跟安藤那种比较寂静的 差距的那种感觉的建筑的氛围 不是特别搭 但是其实你体验完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想想 一个文化建筑能够得到市民的喜欢 能够得到居民的一些 非常愿意来这个地方 来这边度过一个周末也好 陪小孩子写作业也好 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建筑吧 我觉得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其实一个建筑 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是被人使用的 人们愿意在这里消磨时间享受其中 而仅仅作为一个被观看的对象 我觉得不能算做一个成功的建筑吧 好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给一个点赞支持 感谢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